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大家對這個經濟論壇沒什麼印象 可以記住大家的記憶 就是中國駐加拿大的大使盧沙耶 警告加拿大的外長 不要在瑞士達玉斯的經濟論壇 說有兩個加拿大公民被中國拘捕 可能會控以國家安全罪 他說瑞士這個論壇是講經濟 不是講政治的 是警告別人 加拿大的外長去到瑞士 第一時間接受彭博的訪問 就是講孟晚舟的引渡案 都是講政治的 當然不要以為加拿大流行才行 人家都是一個主權國家 你都不能用公開的方法去警告別人 叫別人做什麼或者不做什麼 中國國家副主席王岳山 去了迪玉斯的論壇 說中國的經濟增長 他說不低 6%多是28年來最低的 王岳山說不低 將會繼續保持經濟增長 但他承認當前面臨總總風險的 究竟是灰犀牛還是黑天鵝 外界對中國經濟增長 因為隨著貿易戰是憂心忠忠的 覺得中美鬥爭這麼激烈 一定會影響經濟 但中國這位王岳山的副主席 說不是 對外界不用擔心 他說中國會保持持續增長的勢頭 王岳山說中國和其他大型經濟 當前面臨種種風險 包括單邊主義 保護主義 民粹主義等等 現在當然是說特朗普 這個6.6的增長 近30年 28年來是最低的 不過他說雖然是這樣 這是一個可觀的數字 一點而不低 補充說儘管速度確實重要 但是增長的質量和效率更為重要 現在中國有一個新的說法 以前是補七補八 現在不是 就是增長要講效率 質量 我們要有一個高質量的增長 但是文說 現在中國面對中國的經濟大幅下滑 中國的領導人想到這些都是舊的 大量放水 現在用鋼準的方法 釋出多少萬億 然後也是用增加基建的方法 這也是舊的 增加基建的方法 我經常說 增加GDP不難 又找人填掉 除了請工人 你也要用很多碩士 鋼筋型土 然後有物流業 貨車運 全部都是增加GDP 去搞基建 可能更大量去搞鐵路 搞公路 甚至是搞房地產 這個過往一直都在做的 那是不是就等於中國的經濟 能夠增長上去呢 有實質的增長 有效的增長呢 還是一個很虛的GDP的增長呢 好了 這個世界經濟論壇 其實是中國一個很好的機會 在中美貿易戰 戰火連天 華為被西方世界杯葛 大家去嚴師這麼嚴理 中國製造2025 究竟是否用別人盜竊 別人的資產權而得回來 一帶一路 在遇到頭頭碰著黑 四面楚歌的時候 這個經濟論壇其實也是中國 一個很好的機會 搞經濟外交 向外去宣稱 向外去洗拆污名 向外去建立這個形象 不過呢 很不尋常的就是 在瑞士大陸斯的經濟論壇 本來是有一個已經安排了的 一個論壇是專講一帶一路的倡議 但誰知道中國的領導人 第一 第一 沒有提 亦沒有出席 而且其他參與企業的負責人 對一帶一路這個字 含糊其詞 絕口不提 有些好忌諱 情況是怎樣 一帶一路其實 很久都沒有在中國領導人口中 再說出來 一段時間了 我剛才說的是一個非常好的 黃金機會 如果這些是好東西 是值得去推銷的 這是一個很好的黃金機會 在國際場地推銷一帶一路 但是很多名的 中國政府的高級官員 在世界經濟論壇 那裡 包括王岐山副主席 我剛才說的 他說過一番說話 中國經濟可以持續發展這番說話 但是他們沒有一個人 沒有一個中國官員 是參加星期二 最顯眼的 舉行的一場分組的論壇 這個論壇的題目的重點 就是一帶一路倡議 打出的主題就是 對中國的萬億美元願景 結果有什麼人參加呢 有一個有政府背景的 行業協會的副主席 和一間國有企業的董事長 參加這個論壇 非常小心謹慎 發表這個講話 這個論壇在瑞士舉行 我剛才觀察到這個現象 就是紐約時報的記者 非常眼淚 很細心去看到這件事 紐約時報的記者說 除了九月和非洲領導人 在北京舉行過一場早已計劃好的會議之外 自去年夏天開始 中國高層官員已經很少說一帶一路 因為一帶一路 其實如果我們要數 我也數了很多次 包括馬來西亞 斯里蘭卡 巴基斯坦 烏光達等等 這些經濟發展中的國家 或者相對落後的國家 當政府一換屆的時候 就會出現重新審視這些前政府 和中國政府簽的項目 而且揭發了很多醜聞 包括不見得剛的賄賂行為 或者協議對國家的主權 對經濟絕對不利 美國一直給他一個標籤 就叫做債務陷阱 或者債務外交 簡單來說就是 我借了一筆大錢給你 可能是經過這個賄賂之後 一筆大錢給你 例如中國什麼開發銀行 然後就講明他跟你搞什麼項目 鐵路公路碼頭 在合約裡面也很清楚 就是你要找回中國公司 跟你做建築 跟你做建設 然後那筆錢根本不是到你手 可能我賄歡就會到你手 那筆錢是馬上給這間建築公司 而這間建築公司 大部分重要的人 不是去益利國家的勞動力 不是去益利國家的工人 而是帶自己的工人去 可能是最基層的 收入最低的工作 勞動力最強度最大的工作 然後才找工人去做 這就是一帶一路的典型模式 在這些國家裡面 很多無論是政治人物也好 或者是有息之事都覺得 為什麼政府這麼笨 簽了這個藥呢 而且說明如果你還不到錢的時候 這些基建到底有沒有用呢 很多時候都是一個大麻將 如果還不到錢 就麻煩你用這個礦產 用這個碼頭 用這個功勞 作為一個還錢給中國的 那個施雄權 作為一個還錢給中國的途徑 這個國家的經濟 這個國家的主權 就此就會喪失在中國的手裡 所以這些指控 我想在過去大半年 不停出來的時候 令中國在這個大幼書 經濟論壇裡面 似乎對這個一帶一路 即使是安排了這個論壇 讓他們去參加也好 都相當低調 這個論壇在星期二舉行 應該是中國重新洗刷 它這個污名 作為這項項目的參與者 面對很多外國的政客 財經界重要的人物 中國也派了很多人去 包括很多金融機構的負責人 都去過那裡 但這次似乎是很低調 策略都改了 包括中國保理集團的董事長 這位叫徐廉莎 就說我們沒有很多數據 關於這個計劃 很少 我們沒有什麼可以說 有一個《紐約時報》記者說 這種情況是極度奇怪 極度罕有的 因為中國的企業家也好 經濟官員也好 都是狼狼上口 對於這些重要的數據 因為這些數據 不會那麼謙虛 所以告訴別人我們沒有什麼數據 可以跟大家說 我們不可以說 有多少個國家 圓著一帶一路的國家 投資了多少錢 如何為他們做到多少偉大的建設 這些數字 在這個論壇裡 完全是藉口不提 這位徐廉莎很笨統地說 他說中國近幾十年來的經濟發縮增長 使得讓很多國家擁有更多優勢 去推動其他國家的發展 這是廢話 我們不知道人們需要什麼 但是我們認為通過合作 進行效果會更好 另一個中國化工巨頭 中化集團的董事長 零高零在另一個分場合裡的論壇說 中國對他們的企業 在海外投資的方式 引起的擔憂是有所認識的 我認為中國人也很困惑 他們以為他們在其他國家會受到歡迎 這是比較謙卑地 比較謙虛地說到現在中國 或者比較含蓄地說到現在中國 在一帶一路面對的困境 這個論壇是由中國國際電視台的 知名記者田薇主持的 一般中國的領導人 中國的官員 中國的企業家都會這樣 如果這個論壇是由外國人主持 他都會確保 因為外國人除非你受顧於他 他都會對你很不客氣 很尖銳地提出問題 或者是不會轉轉傾向你那裡 但是對於他自己人做主持 一般都不會有任何戒心都會參加 但是大家都有些意外 就是中國官員會不出席 由自己人做主持的論壇 這位主持人在會上反覆說 中國一部份人感受到外國對 一帶一路項目的批評 他說這個項目是有幫助 有需要的發展中國家收勞 我們來談談這個數字 談談這個案例的分析 談談這個真實的故事 而不是傳聞 用習近平的說法 就是說說好中國故事 究竟一帶一路裡面 有沒有一些可以被人聽的 有說服力的中國故事呢 另一個就是有官方身份的 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的副主席 他的名字跟台灣首富王永慶一樣 在論壇中說中國幫伊索比亞 建立了皮甲廠的產業園 已經完成了數百個一帶一路 基礎建設的項目的細節 但是這些細節 他跟另一位企業家 徐念沙都避而不談 完全不說 但是批評人士 剛才我說過 中國建築公司行動很快 部分因為帶了數千名工人 而不是培訓當地的人 即是說連奴墓自己也殺了 給港根 碩士 運營土給你 和你設計圖則 所有建築的材料 在高端的設計 全部都是中國做的 連工人都帶進去 即是冷飯菜汁都不益理當地的舉民 雖然讓當地的人 是越來越不滿的 好了 《紐約時報》的記者 一直都有觀察 剛才說的那些企業家 或者有官方背景的 什麼企業協會的人 都是對一帶一路 裡面的細節完全不提 赤字不提 跟去年全年 直到年底 中國在一帶一路的項目 譬如在九月 非洲中非峰會提出大薩幣 追加600億美元給非洲 都是說一帶一路的問題 現在發生什麼事呢 我剛才舉了這麼多例子 這麼多是不尋常的情況 其實中間發生什麼事呢 我相信 中國現在改了那個策略 那個策略就是 叫做悶聲發大循 留意這個影片 留意這個頻道的朋友都知道 以前提出中國 2025是很高調的 出了一份文件 就說不再提了 然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接受外媒專訪的時候 很謙卑地很低調地說 中國製造2025其實不是 什麼偉大的藍圖 只是一個指南 沒有什麼實質的東西 即是說悶聲發大循的意思是 是只做不說 只做不說 以前厲害了我的國 就用這個方式去宣傳 中國製造2025 告訴世界 我來了 我們已經是世界強國之林了 除了中國製造2025 不再提之外 就是千人計劃 這個引起別人說 培育中國科研人員 在美國或其他西方國家 去盜視別人的知識產權 去進入別人的高端的實驗室裡 做到很高的位置 立即立即立 立即立即立 令中國科技突飛猛中 這個有間諜嫌疑的計劃 到今天都不說 不說不是等於不做 亦都是只做不說 這兩件事是屬於中國國內的事 你只做不說 人家真的不知道你發生什麼事 你低調 就正正人家 很難知道你來裡的乾坤是什麼 一帶一路 經過這麼多負面的批評 有這麼多污點 又貪污 又大白象工程 又剝削別人 這些第三世界國家之後 中國現在都改變過策略 亦都是只做不說 繼續進行 不過不高調 但問題跟前兩者最大的分別就是 這些工程在別人的國家進行 要簽約 雖然那些約 很多時候都是秘密協議 沒有公佈的 政府換解一公佈出來 不看油自可 一看就嚇怕 那種不平等條約的情況 是嚴重到不得了的 所以中國一帶一路 在第三世界的國家 在相對經濟落後的國家 能不能夠只做不說呢 我覺得是很難的 不過也反映到剛才我說的三個計劃 轉趨低調 轉趨隱蔽活動 說明什麼呢 說明這三個大計劃 這三個大的藍圖 這三個大國崛起的最重要發展方向 每一個 無論在中美貿易戰 在西方杯葛中國 又或者一帶一路 到處碰壁的情況下 我們看到這三個大計劃 其實都遇到極大的阻力 那個阻力當然是來自西方 但你也要問一個問題 即是大安保上台之後 整個西方掀起了一個反華浪潮 即使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在美國的老朋友 那些中國通 全部都跟你反目成仇 反面子 他們對中國的論述 已經跟以前完全不一樣 覺得中國在經濟增長 對外開放 去到某一個程度的時候 就會朝向自由民主法治的方向發展 即使不是完全跟外國 跟西方成為結盟的關係 至少它對西方的危害 都不像以前的共產中國 共產的蘇聯那麼大 但是到近幾年 這種幻想已經徹底破滅 因為修憲 終身制 對內壓制人權 宗教的自由受到摧殘 民主體制 遠遠都不知何時才會出現 逮捕維權律師 除了逮捕宗教人士之外 信仰無主席的學生 全部都被拘捕 這種情況令西方國家 會覺得中國好像走回頭路 一個走回頭路 走向獨裁專制的國家 而且經濟發展這麼驚人 他們覺得不得了 世界都會有很大的危害 他們沒有辦法 用以前的方法 所謂engage China 他們要用壓制的方式 最後可以嗎 當然我沒有水晶球 不知道 會試圖令中國的發展 那個勢頭被他們壓住 現在用圍堵的方法 去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一帶一路碰壁 一帶一路在大屋司用壇 不敢說出來 或者不敢高調再唱好 其實中國是自己知道自己的事 不單止這個問題 我剛才說的千人計劃 中國製造2025 中美貿易戰達成協議的機會 可能會出現很大的變數等等 都令中國在這個問題上 越來越謹慎 越來越收斂 不像以前一樣 用厲害了我的國的模式 向全世界宣佈 我快要做到霸主了 但是只做不說西方世界 是否等於乖乖地收課 聽信你這種做法呢 我的答案很簡單 當然不會 深藉口快兩週年 請大家繼續支持我的月定計劃 打開網址就看到了 又或者你用PayPal 繼續付款給我都可以 用最新的轉數快 用這個號碼 任何銀行戶口都可以轉數給我 用Payme匯豐銀行的 93315439都可以轉數 又或者你用八達通的好易比 同樣一個號碼都可以 拍照也可以 你可以寫支票 畫線的寫這個名字 寄到這個地址 我都可以收到 你要我的銀行戶口號碼都可以 Facebook PM我 請大家繼續支持 深藉口快兩週年 貼be 成功 穿起來